我收到了一个红米的无线耳机 然后他的主人就告诉我 怀疑这是一个假的 我感觉理解不了 因为这种东西 它也不贵 可能就几十块钱 怎么能有假货出现呢 所以说咱今天的工作 就是把它拆开 然后看一下这个东西 到底是真是假 真货它用的是瑞玉的芯片 假货它又没准了 首先看一下做工 上面有红米的logo 然后四周这个模具 说实话也谈不上唱 下面有机关雕刻的产品信息 然后打开之后 控制式机械键 拿出来 据说它这好拆啊 这边一捏就可以拆开 哇真是啊真是 真的很简单啊 它小了放到这下面拆一下 首先它的主控肯定不是瑞玉 它是个标志是个AB 然后它名字是中科兰讯 放到小机可以查出来 产品目录 然后无线芯片蓝牙音频 提供各种蓝牙耳机 蓝牙音箱的解决方案 然后继续往左边 这部分是个麦克风 然后两组线 朝左边过来了 一组是充电接口 很严谨 有正腹级的标志 然后上下一组 走到发生单元去了 这感觉好 并不粗啊 一会再把这个位置打开看看 下面一组就电池了 电池我看一下 电池上面首先有一个泡沫棉 40毫安时 去年的产品 因为没有拆过真的 所以说现在没办法评论特的做工 但是从它这个主控的解决方案来说 应该是有问题 它原厂是瑞玉 这个对不上 现在我们的背面是个简单的狗仔片 还在工作 然后扬声器部分 扬声器就是它直径比较不大 之前拆过一些大厂的 什么索尼啊 Boss啊 它们的发生单元通常做的很大 大的话下抢呀 这些东西做的比较好 低音什么的 OK就这么东西 应该是假的 应该是假的 我没想到 万万没想到 这种东西它都能造出来假的 而且还真的很真假 能这样 出电仓里边 这个粗名的线路板上有一颗芯片 型号是NS4802 然后半刀小机里查出了 蓝牙耳机出电仓 线性锂电池充放电管理IC 然后视频太短 视频太短 又出现一个 这个就是小米了 刚才那个是红米 这个应该是真的 这个应该是真的 这个就拆开看一下 哦 这么容易 里边也是分了三部分 前面应该是发生单元 然后主控部分 后面看像是天象 这边主控的 SIN是BS2500 它是个横旋的蓝牙耳机 解决方案 然后再往下边 这个部分 外边这部分 就是个贴线 然后这个小板子上 还集成了两个龟板 下边一个 跟那边这部分一个 应该是个降噪耳机 里边所有的电路部分 继继续前面的花生 单元部分 可以顶端它的发生单元 然后在下边 是藏着一颗龟脉的 正前方 正前方 OK 一个假的红米 这应该是真的了 小米 两个无红耳机 就这样吧 在下边 на搜索 我贴红机